星云系列盲盒 这个是可以自己DIY的夜光盲盒 可以做两份 有这些款式 我觉得这几个款式都挺好看的 所以就让弟弟来选他自己喜欢的 他喜欢这两个 那我们就打开看一下 到底抽到了哪个款式 抽到了这个天空之城 是蓝色粉末 就是这个泥 这一次盲盒竟然抽到了细游款式 难道是弟弟给我带来的星云吗 还有一张说明书 这个里面是一些步骤啥的 真的是稀有呀天哪 这个碗盒和上一次的做法差不多 把水加到刻度线的位置 再加入粉末 这个粉末里面有好多小颗粒 应该是装饰物吧 打开袋子装进去 就是边加边搅拌 不要让它结块 感觉还是结块了 让它把水充分吸收 放置三到五分钟 还有一张小贴纸 可以贴在这个盒子上面 它叫天空之城 水分吸收完成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还是有一点点的硬 我们先把它混均匀 再加入融泥勒就可以完成了 把它揉捏揉捏 里面有好多小结块 加入融泥勒 我把这一颗都加进去了 粘了一手 最后就成了这个样子 感觉还有一点点的小结块 但是也还好吧 和上一次那个盲盒手感差不多 也可以加泡什么的 厚包抽盲盒 从来没有开过西游款和一些隐藏款 没想到弟弟在也就抽到了 他还送了一个小夜光灯 给这个泥照一照夜光灯 晚上就可以发出光亮 等它消了泡 我给你们看这个夜光泥 好了 拜拜 拜拜